英国哈里王子在他的回忆录备胎中对王室的坦率批评,引发了关于哈里梅根夫妇在戏剧性退出王室职责的激烈辩论。 尽管这些爆料令许多人震惊,但王室专家认为,如果两大阵营从一开始就展开更公开,更直接的对话,很多争议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帮。 我们接着往下看,根据危机公关顾问安迪·巴尔的说法,哈里王子几乎没有机会承认对梅根托英交易的遗憾,因为这将损害所有相关的声誉。 他在接受劲爆的坦率采访时解释说,通过一本全球畅销书和一部开创性的纪录片来表达你的家庭不满,永远不会引起王室的共鸣,更不用说他们的顾问团队了。 巴尔认为,真正的权力较量发生在双方聘用的公关和品牌顾问大军之间。 如果王室和哈里王子能更严格地规定,双方都不应该向媒体发表关于对方的负面信息,那么大部分讨论本可以关起门来,更直接,更有尊严地进行。 虽然哈里王子因如此公开地谈论私人家庭事务而受到公众的批评,但巴尔指出,英国王室显然也不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可能把永不抱怨,永不解释的信条走得太远了。 他称赞女王和查尔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与每一个新揭露的事件接触,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因为他们没有对每一个新的肮脏揭露做出回应。 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处理一些更具煽动性的因素,比如哈里王子和威廉之间发生肢体冲突的指控。 明确否认或调查此类事件可能缓解了紧张局势。 顾问认为,含糊的回答只会火上浇油,分手的关键似乎是梅根脱后哈里王子和梅根财务状况的不确定性。 巴尔认为,哈里王子应该在分手后的商业方面得到明确的指导, 比如他离开家庭后可以使用和不能使用的头衔和品牌。 相反,感觉他有时会被阻止发展潜在的谋生途径, 这再次归结为双方从一开始就更好的沟通。 哈里王子声称查尔斯国王在他们离开后冻结了他的经济,希望迫使他们回来。 但查尔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王室观察人士认为,关于哈里王子和梅根在商业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双方传递的信息不一,只会加剧紧张关系。 虽然梅根脱鹰的混乱无法消除,但通信专家表示, 两个阵营都可以为未来吸取重要的教训。 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财政等关键问题可能避免了后来的误解。 不参加媒体吹风会可能只涉及家族内部的问题, 而不是将问题公布于众。 在充满情感的家庭分歧中,真正的权力博弈发生在双方聘用的公关大军和品牌顾问之间。 依靠公关与城市对话往往会适得其反。 其他专家认为,王室没有意识到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早先对王室角色有多不满意, 推迟了可能不可避免的分裂。 据信,这本书的揭露深深伤害了查尔斯, 几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的私人财产为苏塞克斯夫妇提供资金。 但对国王来说,为哈里王子、梅根和他们的孩子敞开大门仍然很重要。 他的统治强调了以威廉这样的直系继承人为中心的精简君主制, 但是完全抛弃其他家庭成员, 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制度, 而不是一个有爱引导的家庭。 如果双方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 那么很多讨论本可以关起门来, 更直接,更有尊严地进行。 具有挑战性的家庭动态是普遍存在的。 对温莎家族来说, 关键是要从过去的沟通错误中吸取教训, 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如果哈里王子也认识到自己在破裂中所扮演的角色, 双方的关系仍有回暖的可能。 此外,梅根回美三年有余, 为了打进上流圈子, 她不断通过英国王妃的身份来扩大交际圈, 以求得到更多、更大的资源, 而高奢品代言则是她首要追逐的目标。 梅根清醒地意识到, 如果想要提高知名度和口碑, 与高奢品的强强联合是最快的方式, 她可以在赢得时尚调性的同时, 还获取高额利益, 从此以后, 她变成了继代安娜后英国王室剧时尚感的王妃。 想想都是美的, 于是梅根不断周旋在欧美时尚圈, 也频繁地穿上高奢服装, 佩戴珠宝和饰品, 免费地为品牌站台, 只为有一日她能被所有人称赞, 一压劲敌凯特王妃, 成为最具时尚感的王室女性成员。 不过梅根失算了, 因为她的高调和自信, 彻底拜光了所有的路人员, 接受采访、出书, 诉说她在英国王室的委屈, 彻底断送了她与王室的缘分。 与此同时, 美国的时尚圈子也不再欢迎她的加入, 认为她的品行让人诟病, 不适合品牌的格调。 最初,她频繁与季范希、 迪奥等品牌互动, 还以英国王妃的名义宣传, 网友粉丝们似乎认定了 她们有合作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高奢品牌, 一个一个离开她远去。 而且, 有些还直接声明, 没有和梅根达成合作, 妥妥地打脸现场。 与她一向交好的卡戴珊家族, 也没有为她说上一句话。 简单来说, 梅根没有与任何高奢品牌签约, 这些年来, 都在品牌免费打工, 得不偿失。 这点, 梅根就不及婆婆戴安娜, 这位具有时尚感又美丽的王妃, 从来不需要任何品牌的赞助, 高奢品自动找上门, 亲自为她量身定做设计日常服装, 晚礼服, 而且考虑的是面面俱的。 在戴安娜的诠释下, 高奢品独显魅力, 成为了耀眼的存在。 可以说, 戴安娜的美丽和时尚成就了品牌, 后来很多高奢品都很期待与戴安娜的合作, 因为地位, 也因为她的带货能力。 于是, 王妃与她们成为了好友, 也愿意为她们提供建议, 免费为她们宣传, 她也将这些资源留给了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 后来的梅根也利用了婆婆的资源, 与时尚圈搭上了线。 她婚礼上穿的婚纱虽然是定制, 没有用到高奢品, 但她旁边的小花童, 穿的都是季范希的品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她与品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从此以后, 她通过王妃的身份和地位, 逐步扩大的时尚圈, 与品牌之间达成了共识, 穿着高奢品不断出现在活动中, 也收获了诸多好评。 迪奥就是梅根忠实的合作伙伴, 梅根待在王室三年的时间, 穿着都是简单大方为主, 迪奥也是根据王妃的身材和妆容 来设计, 哪一次的造型都非常出彩, 不管是风衣外套, 还是裙装, 都有了独一无二的即适感。 梅根有点刻意复制戴安娜的造型,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带获能力也是一级棒。 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梅根一袭砍尖身色连衣裙, 独显个人魅力, 展现了不同的风采, 大方自然, 又不会抢了英国女王风头, 不得不说, 这是品牌的功劳, 迪奥也是根据场合, 穿着人特点设计, 果然是与众不同。 最初, 迪奥也是不太想放弃与梅根的合作, 在他离开英国王室后, 还是为他设计服装造型。 在英国女王去世时, 梅根回王室参加葬礼, 穿的还是该品牌的服装, 简简单单, 素雅又不失礼节, 可以说在场也能与凯特媲美, 也为他争了不少脸面。 好景不长, 梅根开始一系列做之旅, 毁了自己所有的口碑, 而后来他, 参加活动的造型和服装也是一言难尽, 品牌也不想自降身价, 与他愈行愈远。 他原也想尽量挽救形象, 奈何品牌也是利益至上, 终结了他们之间的合作。 更觉得是, 迪奥还发出了声明后, 称没有与梅根合作, 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也斩断了他们多年合作。 看来品牌也是意识到, 如果真的让他当了代言人, 品牌的口碑和荣耀将毁于一旦, 不如趁早断了这份念缘。 失去代言的梅根, 很是委屈, 哈里王子舍不得老婆受委屈, 利用了戴安娜的资源, 与宝格丽签上了线, 还没有与品牌合作的梅根, 得意忘形地在戴安娜留下的手镯上, 刻上了自己名字, 原来独一无二的珠宝, 瞬间变得毫无价值。 宝格丽对此也非常无语, 因为梅根动的是, 他们当年为戴安娜设计的手镯, 全球也找不到同款, 没想到, 品牌的价值断送在梅根手中, 现在的高奢品牌对梅根也是避之不及, 不想再与他有任何关联, 也不想和他再合作, 他们更想与凯特王妃搭上线, 毕竟他才是未来最强带火王者, 不是吗? 品牌难的是, 凯特王妃服装是专人设计, 他们不一定有资格能入他的眼, 梅根所盼的, 所期待, 却是凯特不屑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难受至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